第七百九十一张沙包 于明冷笑连连 就这 你也敢跟我横 开玩笑 不只是他 其他人也都是神情轻松 显然他们认定于明必胜 所以这样的结果自然就在意料之中 没必要大惊小怪的 砰砰砰 眼光在地上不断地打着滚 最后停了下来 他站了起来 虽然灰头土脸的 却毫发无伤 他强制六阶 哪怕任于明轰击又如何 四阶攻击于他来说 跟挠痒痒并无多大的区别 这 于明脸上挂不住了 你明明实力不弱 可面对我的攻击却不还手 这是在嘲讽我吗 出手 你出手啊 他大吼 继续向着眼光展开了攻击 砰砰砰 眼光化成了风筝似的 在天空中不断地飞舞 根本没有落地的时候 又好像了沙包似的 不断地承受着了渔民的轰击 辣密集无比得攻击 有弱电闪 让人眼花缭乱 甚至三阶以下的仙人 都看不清具体的路线 只能看到全脚交织 成一片片的幻影 这场战斗自然吸引了 生仙宗的弟子 既是跑到山脚下围观 可战斗的双方都不是 生仙宗的人 这让他们都是呲牙 你们跑来这打架是什么意思 哦 其实这不能叫打架 而是单方面地揍人 而许多本以为 眼光是实相的人都是惊呆了 这居然是一个大活人 天哪 渔民一口气轰出了几万计攻击 哪怕以他的实力都是有些撑不住 不得不停下来烧些 只觉骨头都烫得厉害 好像要燃烧起来似的 而他浑身都在散发着热气 他呼呼喘气 可看向眼光的目光却更加震惊了 那人 还是屁事没有 怎么可能 眼光只是看着山谷 道 夜言 你还没有出关吗 他一心所然地看了渔民一眼 根本没有出手的意思 又盘坐下来 有弱实相 这可把渔民气疯了 太看不起人了 简直是天大的羞辱 找死 他寄出了仙气 一口朱红色的葫芦 对准盐光便拔开了筛子 顿时 葫芦上有密密麻麻的符号发光 羞羞羞 一口口剑便飞了出来 向着盐光斩了过去 这可是他师傅亲赐于他的斩鲜葫芦 别说四阶了 就是五阶都可以斩掉 威力其大 但是 这玩意属于有使用次数限制的消耗品 最多用两次就没了 必须得由他师傅重新炼制才行 属于压箱底的宝贝 现在他觉得自己被羞辱了 而且是无比丢人的那种 所以他不惜消耗了这件宝贝 也要让盐光付出代价 两次性的消耗品又如何 他是师傅最宠的弟子 只要他求 师傅一定会为他重新炼制的 啾啾啾 飞箭斩过来 寒光一片 盐光仍是没有出手 任飞箭乱斩 扑扑扑 他的身上不断有雪光溅出 这斩鲜葫芦的威力太可怕了 便是他也没有办法在不出手的情况下 只靠灵力防御而安然手下 收 于明清和一生 所有飞箭便被他收回了葫芦之中 只见葫芦上面那密密麻麻的符号 至少有一半都没了 这是驱动葫芦中飞箭的关键 也意味着他只能再出一击而已 心疼 但是 看到浑身浴血的盐光时 他顿时又觉得直了 让你敢轻视我 这就是代价 盐光淡漠地看了于明一眼 运转灵力疗伤 却仍是没有出手的意思 他的第一站必须留给叶炎 这是他十万年苦修的执念 你 见盐光依然连正眼都不看自己 于明简直出离了愤怒 于明 这人怕不是个傻子吧 其他人笑道 让我来试试 我也来 他们纷纷走上前 便把于明当成了靶子 一招招攻击打过来 空得盐光有若稻草般在天空中飞舞 哈哈哈哈 好玩 确实好玩 能够承受他们攻击而不死的 实力怎么也得跟他们差不多吧 但这样的存在又有哪一个会任他们打而不还手的 只有盐光了 于明都是相信了 这人应该是失心疯了 不然的话 怎么会明明拥有强大的实力却在人家的宗门口当作装的 亏他还上了心 动了怒 甚至还浪费了展现葫芦 可恶 他怒从心起 也冲上去加入了拳打脚踢的队伍 砰砰砰 盐光被这八人轰得在空中乱舞 在地上连滚 可无论被如何轰击 他始终没有还手 执着的让人无语 连生先踪的弟子都看不过去了 纷纷大声叫了起来 让盐光赶紧还手 可盐光能够在不足十万年内从五阶破入六阶 这不光是他的天分了德 还有一股强烈无比的执念 才能支撑他一路走下来 而与叶岩交手 这也是他的执念 岂会因为被人殴打 又或是被人催促而放下呢 他任于明重打 完全没有还手 只是目光一直盯着山谷之中 打了很久 于明等人都有些累了 也觉得没了意思 陆陆续续地停下手来 而于明则是最后一个 算了 就一个狠肉的沙包 打久了就没意思 我们还是找这里的高手切磋吧 他们向着山谷中看去 据说这虽然是个落后的生命星 可这个势力中却有四阶 甚至五阶的高手 咦 颜光你又来了 就在这时 叶岩的声音突然响起 羞 他身形一闪已是出现在了骨口 同样 他根本没有看于明珠人一眼 而是看着颜光 目光中充满了惊讶 六阶 差不多十万年过去 这家伙真的突破了六阶 牛逼啊 从五到六又起是那么容易突破的 只是达到五阶圆满的话 那靠堆资源是可以做到的 可突破大境界就不同了 这涉及到了大道感悟 到了这样的高度 道径是与境界完全挂钩的 不可能出现高境界低道径的情况 所以 颜光必须得在道径上也做出巨大的突破才行 这家伙居然是个天才 之前这家伙突破到五阶 页岩便已经有了这样的认知 但现在无疑加深了这个印象 你 见页岩一样得目中无人 好像自己一行人都是空气似的 于明等自然又愤怒了 第七百九十二章百万年之约 页岩扭头看了一眼 见这些人都是怒气冲冲的模样 他淡淡道 怎么 你们不服气吗 很好 这家伙不像刚才那个是根木头 任打都没有脾气的 我们觉得打你会比较有意思 于明冷冷说道 第一个站了出来 页岩刚想将这个家伙拍飞 却见颜光拦到了他的身前 页岩 你的第一站应该是于我 颜光眼神灼灼 开始绽放无穷的战役 他可以一等就是几百年 但既然页岩出现了 他的战役就怎么也控制不住了 页岩看了于明一眼 然后回头道好 反正也耽误不了多少时间 见两人就要摆开架时对战 于明不由气到吐血 又被无视了 不是一个 而是被两个人 我要你们死 他额头上的青筋直跳 再次寄出了斩些葫芦 一枚眉符号声光 羞羞羞 无数道飞剑立刻展了出来 页岩哼了一声 一拳虚轰 砰砰砰砰 只见那些飞剑竟是齐齐震的粉碎 在于明的目瞪口呆之中 页岩与颜光已经站成了一团 轰 一团赤亮无比的光芒闪过 所有人都是睁眼若茫 只觉一道强大的力量波袭来 让他们不得不连连后退 生仙宗的弟子还好 本身就在山门之内 而当攻击于波荡过时 护山大阵已是启动 将大部分的力量化解 仅剩的于波便造成不了多大的破坏 可于明他们就不同了 他们又不在护山大阵的保护之下 皆是阵飞出去 一个个人养马翻 尤其是于明 他手当其冲 身上的衣物都被震碎 不着思虑 他连忙一守护前一守护后 却根本护不过来 让他狼狈之极 而八人都是骇然看着天空中的战斗 皆是目持神离 完全没了别的念头 好强 太强了 这是 六阶啊 放在他们各自的势力之中 其实六阶并不能算得上顶尖 因为他们阶来自七阶 甚至八阶势力 但是 仙界等级虽然 你一个四阶五阶的仙人敢向六阶仙人挑衅 这不是找死吗 人家把你杀了 你身后的宗门也完全没话说 规矩就是这样的 当然了 强横之极的势力也可以说你家对连贴反 这不合规矩而出手 但这样蛮横的势力终归是极少数极少数的 关键是 那个被他们当作杀包打的家伙 居然也如此之强 让他们都是意想不到 你可是六阶啊 为什么六阶大佬会如此没脾气呢 空 空 但激战只是持续了一会会 这场战斗就停了下来 阎光莫回地面 眉头紧皱 我还是不是你的对手 他说道 我再去闭关 待我突破七阶在与你打过 不过 这一次你得等我百万年了 百万年突破七阶 与你等人互相看看 皆是不敢相信 何等自信 页炎含笑点头 他打亮着阎光 这家伙该不会也是个世界主吧 否则他这提升的速度也太快了 但在战斗之中 他并没有发现对方拥有自身天地 而且使用的大道也是单一的 所以自然不堪一击了 会打这么久 还是页炎不想将他的自信完全击溃而已 他嘖嘖 阎光这姿质也太好了吧 请我等你 他点点头 倒要看看百万年之后 阎光是否真能突破七阶 如果可以 这家伙还真是不得了 当然了 别说百万年之后 哪怕阎光现在就突破七阶 也不是他的对手 阎光根本无视于民等人 直接转身离去 凶 一道仙光扑开 他瞬间就消失无踪 叶炎目送他的离去 转过身看向于民众 嘴角含笑 前 前辈 于您等都是战战兢兢地行礼 完蛋 踢到了铁板 自己说吧 怎么罚 叶炎说道 于您互相看看 皆是从心中生起一股希望 怎么罚 那就不是不用死了 太好了 任前辈处罚 他们都很老实地道 叶炎点点头 这态度不错 请吧 就罚你们在这里打砸千年 负责叫这些小家伙修炼 他指了指身后的山谷 于您等八人连忙攻身答应 只是在这里打砸千年 还好还好 与仙人来说千年时光一点也不长 叶炎笑笑 这八人虽然嚣张了点 骄纵了点 但不可否认都是一个门派中的顶尖天才 留他们千年 让他们叫叫生仙宗的弟子 那这些弟子可以受益良多 毕竟 他就是个甩手掌柜 这个小插曲之后 他继续修炼 不达到八阶的话 他甚至无法离开这个心域 无极殿主的一道甚至几道化身 肯定都在心域之外守着他 那与双方的约定 万一他自己作死 非要走出这个心域 那星龙先王便也没有了出手的理由 所以他想要获得真正的自由 那至少八阶的修为是必须的 这让他动力十足 孜孜不倦地钻研着各种大道 忽忽然 八百年过去 生仙宗又来了一批年轻仙人 共计十一人 各个都是眼高于顶 有几人甚至用灵力将自己包裹了起来 似是嫌这里的空气会把自己弄脏似的 陈浩 于明 张佩佩 他们喊着一个个人的名字 皆是满脸冷然 不一会 于明八人便纷纷出现 看到这十一人时 握不身体瑟瑟 他们确实是各自宗门中的天才 而且还是顶尖级别 但并非最强的那个 这十一人才是 哼 你们说出来历练 可居然在这么落后的地步 在这么低等的势力中打砸 这不是丢了我们师们的脸面吗 你们居然还有脸活着 哼 十一人都是满脸寒霜 既有不解 更多的却是愤怒和不懈 于明八人都是想要解释 却又不知道该怎么说明 你们别看这是一颗落后的生命心 却有至少六阶的强者 说出来他们肯信吗 还不快快随我们回去 听候师们的处罚 这十一人莫不凛然说道 于明等人敢答应吗 他们可是答应了 叶炎要在这里待上千年的 实现不到就走 那不是在欺盟一位六阶强者吗 这后果也非常严重 怎么办 他们不由得进退两难 第793章两拳其美 他们答应在这里打砸千年 时间未到还不能走 叶炎的声音传来 身形一闪也出现在众人的面前 你是什么东西 竟敢管我们太华宗的事 立刻就有人向着叶炎呵斥道 叶炎看了这人一眼 淡淡道 小心或从口出 那人不由失效 你是在威胁我吗 随便你怎么想 叶炎无所谓地道 现在你们要么离去 要么就留下来与他们一样 在这里打砸千年 自己选吧 哈哈 哈哈哈哈 那十一人都是大笑起来 天大的玩笑 他们是谁 哪一个不是七品 甚至八品 失利年轻一代中的佼佼者 未来有机会接任宗主 门主之位的 可以说 除了新蒙宗之外 他们已经没什么好怕的了 现在这么一个小地方 居然有人向他们发出如此威胁 岂不是好笑之急吗 也不要太过大意了 不错 毕竟愚民他们也不算太弱 他们肯定不是自愿留在这里的 我们可不要因沟里翻船 总有理智的人在一边提醒道 但更多人却毫不在意 仍是吃笑连连 叶炎摇摇头 伸手按了过去 顿时 法力交织化成一只大手从天而降 向着那十一人一起照落 大胆 放肆 那十人皆是大怒 你居然敢同时向我们十一人出手 也太不将我们放在眼里了 好 就让你自偿落果 十一人一起出手 向着那只大手轰去 以他们的强大 相信这只法力之手将被瞬间击溃 而他们也会趁机反击 把这个胆大包天之人轰杀成渣 然而 他们立刻色变 这只法力之手中蕴藏的力量 怎得如此可怕 不好 全力失为 那十一人纷纷全力以赴 不但将法力倒进全部施展了出来 而且还寄出了仙气 这时候还敢有一丝保留的话 那完全就是自讨苦吃了 砰砰砰砰 然而 法力大手暗落 那十一人也齐齐趴到了地上 他们又修又精 他们中最强的已经是六阶了 最弱的也是五阶 可十一人联手竟然都是不敌 这如何能够让他们不震惊 甚至恐惧 还好夜言也没有想要杀他们 将十一人镇压之后 他便淡淡道 在这里干杂活千年 你们可愿意 愿 愿意 十一人皆是垂头丧气地道 难怪于明他们那么乖乖的 这是被收得服服帖帖了 还好只是打杂千年 虽然让他们有些羞耻 可得罪了这么一位强者 却只是受这样的处罚 其实完全可以接受 所以他们皆没有反抗 十一人再加上于明他们八个 都在生仙宗拜了下来 平时干钱杂活 另外则是负责给年轻弟子们解惑 他们可至少是四阶的存在 对于大道的理解当然深刻 又是一个势力中的天才 自然有着独到之处 给了生仙宗弟子极大的好处 一人都是考虑起来 以后是不是经常去拐带些天才 回来帮自己叫弟子呢 省时省力省心多好 不过于明等人在此打杂 其实也并非全无收获 一来这曾经是八品势力的道场 能够被这么强大的势力看重 这里自然有着独到之处 大道的痕迹很重 时不时便会显化 一人认为这里曾经出现过道 生神之 否则不可能让大道痕迹这么明显 于明等人在此修炼 可以时不时参悟一下 对他们的好处其实很大 另外的话 一人有时候也会指点一下他们 这对他们的好处就更大了 世界主啊 他可不仅仅是能够运用大道 而是真正的掌握大道 拥有大道 所以他在大道上的认识是远远超过相同道境的人 哪怕到生神之也不能跟他相比 他们都是借用大道 借来的终归不是自己的 能够发挥出来多少威力 五成 六成 七成 所以 只说掌握到的部分 那没有一个人可以跟叶炎比认识的深刻 除非再来一位世界主 哪怕叶炎只是心血来潮的时候随口指点他们几句 亦让他们毛色顿开 感悟连连 因此 当于明他们的千年服役期限到了之后 他们居然都不舍得离开 于是他们找了个借口 就是要与第二批的十一人一起走 你看 他们是来救我们的 而我们就这么一走了之是不是太没有情意 太不讲义气了 出来混什么最重要 义气啊 于是他们便又老着脸皮留了下来 可当第二批的十一人千年之线也到了之后 十九人自然找不到理由再留下来了 可又不想走 怎么办呢 还是秦连月聪明 想出了一个办法 把这十九人聘为客亲 那他们偶尔或时不时地待在生鲜宗就是很正常的事情了 只是担当客亲的话 这自然不会有什么影响 除非是另投别家 那就要被原势力比弃 甚至追杀 如此 叶炎可以得到十九个免费的教员 而于宁等又可以在此的参悟 得叶炎指点 可以说是两全其美 有了这十九人的加入 生鲜宗的实力自然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而叶炎也可以更加关注于修炼 不必为宗门之事操心 虽然他也基本没有操心过 一切都是有条不紊 正当叶炎以为他就会这么安安静静地修到八阶 哪怕时间要比他想象中长了许多的时候 意外发生了 哄 一道恐怖的威压席卷 每个人都是瑟瑟发抖 恐怖得无以名状 这是何等强大的存在利临了 叶炎正在闭关修炼 猛的神情惊变 咻 他身形一闪已经出现在了天空之中 而就在下一个瞬间 一只滔天巨手一把暗落 将他原本所在的闭关地整个抓了起来 砰砰砰 山石崩碎 要知道这里可曾经是一个八品势力的道场 每一块山石都被强化过的 但在这只大手之下却如豆腐似的瞬间粉碎 太可怕了 还好 叶炎在瞬移出来的一瞬间也把周围所有人送了出去 所以这只大手只是对生仙宗的道场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却并没有伤到了谁 叶炎却是全身汗毛都竖了起来 无极殿主 第794章帮手 无极殿主与新龙先王做了约定 只要叶炎不走出太与新域 那么无极殿主便不会出手 因为当时的无极殿主只是来了一道化身 自然不是新龙先王的对手 所以 无极殿主这是真身到步了 斯 叶炎道抽凉器 虽然他已经迈进六阶 但距离先王却还是差得极远 光是这一击就远远超过了他的权力思维 哼 无极殿主的冷笑声响起 他的身影在半空中出现 哼 大手伸出 再次向着叶炎抓了过去 能够让先王前后两次都失手 可见叶炎有多么妖孽了 然而 这次应该无极殿主亲身感到 战力又不可同日而语了 这一只大手竟是覆盖了上万里的恐怖区域 无极老儿 你不守约定 青龙先王的声音响起 他事实出现 一拳轰出 无数条天龙奔涌 将无极殿主的这一击挡了下来 无极殿主哈哈大笑 龙王 你早就知道我对此此必在必得 说到天空之中 突然有两道光闪动了一下 一股锦属于九阶先王的气息扬动 青龙先王从白发老者变成了壮年男子 他眉头一皱 无极 你越活越回去了 竟跟道生神之脚合到了一起 脚背 你竟敢看不起道生神之 空中回响着轰隆隆的声音 本座成道时 你都没有出生事呢 青龙先王只是很随意的看着那两道光的地方 这是阿索罗的两只眼睛 但相距足有数万里的距离 可见这家伙的体型庞大到什么地步 他淡淡道 成道早又如何 你明明是秉承大到而生 却被大到所弃 只能躲在一个小世界之中 藏头肉尾 不敢相身 阿索罗嘎嘎怪笑 大到 不过是束缚我等的枷锁 我等既然是天底下最强大的存在 又何为要受大到的约束 龙王 你能够后天成王 这份天赋确实很高 但是 你却被所谓的道德束缚 简直于不可及 我看不起你 青龙先王失效 你才是个躲在乌龟壳里不敢出来的人 居然敢看不起我 乌吉老儿 难怪你消停了这么久 原来在等这个废物把老窝一步步挪过来 谁是废物 阿索罗怒道 他被大到抛弃 根本不敢直接现身 否则生戒的大到会将他轰杀 所以他必须带着他处身的小世界一起移动 但与夜言不同 他只是住在这个小世界中 并非真正拥有这个小世界 所以他只能一点点的把这个世界移动着前行 当然了 这个所谓的一点点是以先王为标准的 其实速度亦是快得下人 否则的话 他怎么可能仅用了十万多年就把老窝移到了这里 这可是跨星域的 而且不知道跨了多少星域 道兄 按照约定 你替我挡下龙王 无极殿主打断了新龙先王与阿索罗的言语相争 这又有什么意义呢 难道还能用言语把对手斩杀了不成 他对世界主志在必得 实在没耐心再说废话了 阿索罗哼了一声 道 我只能出手最多半课中的时间 而我所要付出的代价巨大 你千万不要忘了对我的承诺 无极殿主淡淡一笑 放心 十个星域的灵魂会尽快献祭于你 十个星域的灵魂 嘶 夜言心中狂跳 难怪到生神之会被大道所厌弃 这胃口也太大了 不把他们消灭 或是让他们躲藏起来 世间还会有生灵的存在吗 好 阿索罗答应一声 只见空中竟有一道门户打开 巨大无比 甚至可比一颗星体 而一个同样巨大无比的人形 也从门户中走了出来 他高达千万丈 长有三臂四足 但并无五官 而是只有两只眼睛 一左一右 间隔数万里 看上去怪异之己 空猛龙 顿时漫天都是乌云 天结已是在酝酿当中 这是极特殊的天结 专门斩杀大道厌弃之流 青龙仙王皱眉 他虽然一百个看不起阿索罗这种道生神之 又不是自己修炼出来的 哪怕掌握的大道层次再高 他也不以为然 认为自己必胜 可同为九阶 他哪怕可以战胜阿索罗又需要多久 而无极电主要拿下叶炎则需要几招 三招 五招 撑死十招 所以他绝不可能在阿索罗的阻挠之下将叶炎保住 可他看到的未来并非如此 不过 他看到的未来本来就是不确定的 只是一种可能性 而未来又是在不断变化的 所以他看到的不一定就是会发生的 他当机立断 就要把叶炎带走 相信在他的保护之下足以支撑几天甚至几年 取决于对手的决心有多大 愿不愿意拼命 然而他才移动 阿索罗便向着他出手而去 轰 刺十七重大道张开 向着新龙先王打了过去 但与此同时 天结也跟着发动 向着他斩了过去 这天结无比可怕 远远超过了正常的先王大结 因为这是天地特意为了斩灭先王而生成的 不过阿索罗也确实强大 层层大道加持在自己的身上 有若一位大魔神 但天结更为可怕 将一层层大道撕开 生生在他的身上制造出了 深达几万丈深的伤口 但他的身躯实在太庞大了 这么深的伤口却仍未能触及他的要害 这名强大的道生神奇 愣是强行修复了伤口 一边顶着天结一边向着新龙先王杀了过去 能够做到这样的地步 肯定也因为他动用了底牌 消耗自然极大 不然他不会有只能坚持半课中的说法 他在生界能够坚持的时间未必只有这么点 因为他肯定不可能让人知道他真正的实力和底牌 但相信长野不会长到哪里去 新龙先王不得不迎击 这是一个丝毫不弱于他的对手 小事必会吃大亏 无极殿主则是看向夜言 冷笑一声 第795章拖延 一时之间 夜言浑身冰冷 这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 而是代表着仙界最强的九阶 先王 天下最强 无出其右 而且 无极殿主对他是志在必得 甚至不惜送出十个心欲的生命 请一味道生神之帮忙挡下新龙先王 怎么挡 拼了命也要挡 夜言突然发生豪迈的大笑 终有一天他会与先王交手 只是现在这时间提前了许多 轰 无极殿主出手 向着夜言抓了过去 千王阿 而且还是真身到位 这看似只有一击 可实际却有上千只大手一起浮现 笼罩了足有百万里的区域 哪怕夜言张开自身天地 亦无法躲得了 这覆盖的范围实在太广了 这就是先王 一出手就让人绝望 夜言自然不敢应接 而是全力顺移 修修修 他一个闪现就是百万丈 但百万丈跟百万里比起来 确实微不足道 至少也得顺移一百多次 才能逃出这个范围 但是 先王的攻速又是何等之快 能够给夜言这么多的时间吗 简然不可能 砰 当先王这一击落下时 只见夜言横飞着跌了出去 一口血剑喷了出来 整个人的气息顿弦伟顿之急 他已经顺移到了先王这一击的边缘 但哪怕是边缘地带 攻击威力明显减弱了一大截 可还是强到眉边 他加持了所有的道径 再加上自身天地的力量 虽然勉强化解了这一击 可依然让他吐血 浑身骨头至少断了一半 这就是先王 哪怕夜言突破了六阶 实力碾压七阶 隐约接触到了八阶的门槛又如何 面对先王的浩然一击 就是边边角角的威能 也不是他可以化解的 一击就是重创 那再来一击必然再无还手之力了 夜言站定 哪怕处在这样的绝望状态之下 他依然双眼明亮 战意反倒更加昂然 再来一击他就要完全失去战力了 但是 他绝不会被无极殿主生情 燃烧大道 拼此一搏 他从不会不战而降 只会战斗到最后一滴血 秋 就在这时只见一道人影飞射过来 美如天仙 此刻却是浑身缠绕着黑气 手里则是拎着一个人 花月容 他一出现就直接将手中的人丢了出去 一掌拍出 啪 那人就被震得粉碎 顿时 地府之门打开 黄泉流淌 阴差现身 疑 阴差一看到面前这架势 差点没忍住 称周又回去 马呀 三位先王呢 他确实很强 但现在来的却只是区区一道化身而已 在先王面前连辟都算不得 可知所在 他还是顺着黄泉而动 一招手 将那名死者的阴魂招到了小周上 黄泉流过 哪怕无极殿主都不得不暂停出手 因为阴差与夜延距离太近了 他若是在发动大范围的攻击 势必会把阴差纳入攻击之中 这么一个小小的五阶 他自然不可能放在眼里 但他知道地府的底细 阴差化身千千万万 完全体纳意识先王级别啊 现在阴差正在收取阴魂 这是在办事 所以出手攻击阴差就等于是在阻挠其正常工作 九幽大道都会震怒 逼阴差出手与他对抗 说实话 先王又会怕另一位先王吗 不怕 可问题是 他现在要拿人啊 要让阴差所组的话 阿苏罗又无法长久递出手 很快就要躲回其乌龟壳之中 到时候在两大先王级战力的面前 他还能带走夜延吗 不说两个 就是一个野男 再者 哪怕他可以带走夜延 可被一位先王盯上 一直跟着他 他又能有时间有机会去进行研究吗 那可是世界主 涉及到了先界诞生的奥秘 他已得全身新的投入才可能解析出来 之前已经有好几个世界主落在了他的手里 而想要洞悉世界主真正的秘密 又需要将其的本源剥离出来 这意味着世界主必死 属于一次性的消耗品 他距离成功已经很近很近了 所以对夜延是志在必得 所以他甚至愿意答应给阿苏罗十个心域的灵魂 将比于他洞悉世界主的秘密 取而代之 让他更进一步 十个心域的灵魂又如何 别说这些生灵与他毫无关系 哪怕是他的道理 甚至亲子亲女 他亦会毫不皱眉地丢出去牺牲掉 不心狠手辣 又如何当得起枭雄二字 无极殿主看向不远处的花月容 满脸都是森然 就是这女子突然来了一招 居然破得她不能出手 可恶 但是 她立刻就露出了一抹亚然之色 地府出生的生灵 花月容的体内镇刻着九幽大道 而且无比得完整 可九幽大道又不应该是活人可以掌握的 只有道生神之 又或是兵解后的鬼仙 所以 一个大活人却掌握了九幽大道 而且还是完整的 让他都是惊讶 但立刻便明白了过来 身为先王 那几乎就没有他不知道的秘密 因差漫漫悠悠地撑舟而回 他自然也完全明白了此时的情况 但哪怕他有心相助叶炎亦没有出手的理由 九幽大道不会允许他干涉生者界的事情 他若是强行插手 九幽大道就会剥夺他的力量 这就是道生神之的局限 生而强大 却不得不遵循着大道的规定 无法逾越一步 所以 他可以帮叶炎的 也就是尽量走得慢一点 给叶炎争取时间 但是 再慢再慢 又能需要多久的时间呢 当他快要进入地府之门时 只见花月容去了又来 手里又多了一个人 砰 他果断出手 将那人轰杀 这 黄泉再次倒流 载着小周向着那死人而去 因插手一招 小周上便又站上了第二道阴魂 尼玛 饶式无极殿主这样的先王都市差点气暴 这样下去还有完没完了 下方可是有一颗生命星 哪怕很小 但生灵的数量又是以多少计的 亿万 不能再让这女人如此胡闹下去 不然阿苏罗很快就要撑不住了 秋 他身形移动 速度快到极致 瞬间就出现在了花月容的身前 伸手就要抓过去 你是地府出生的生灵 生来就运有九幽大道又如何 第796章四巨头 哪怕你现在成就了先王 为了世界主我亦会出手 更何况你只是运有一条九幽大道罢了 本身不过区区五阶 又能发挥出几分威力来 无极殿主悍然向着花月容出手 这可是先王的寒怒一击 秋 夜延伸行殿陕已是出现在花月容的身边 立刻将他收进了自身天地之中 无极殿主一击落空 因为有阴差在 他不敢动用大范围的攻击手段 自然也不可能将夜延拦住 但是 只要阴差一走 他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出手了 夜延一笑 花月容的做法给了他启发 他随意一挥手 便有一人从自身天地之中飞出 然后瞬间走完一生 死了 这不是仙界的生灵 而是他从自身天地之中创造出来的 身为世界主 这与他来说当然是小意思了 在他的设计之中 这生灵便只有如此短暂的寿命 但并不妨碍他赋予其灵魂 因此其死后自然也会成为阴魂 哪怕不是生者界的生灵 可只要是阴魂 那阴差就有异物带去地府 所以 阴差又来了 世界主 无极电主猛地反应过来 世界主可以创造生命 只要有足够的能量 就可以源源不断地创造下去 而只是创造一些没什么实力 生命又短得可怜的生灵 太简单太轻松了 根本连消耗都算不上 这怎么办 无极电主哼了一声 他再次出手 轰 千百只大手同时出现 向着夜延笼罩而去 哪怕因差异在他的攻击范围之内 夜延自然第一时间展开瞬移 而阴差他就顾不上了 没关系 只是一道化身吗 攻击卷过 阴差虽然奋起反抗 却被第一时间抹去 五阶的实力在先王面前根本不够看 反击之力也难以激起一片水花 可黄泉却是依然 小周也没有损坏 却让人嘖嘖称奇 这是九幽大道所画的宝物吗 太神奇了 就在下一刻 黄泉突然沸腾起来 仿佛被激怒了一般 没有人 哪怕是先王都不能阻止阴差办事 嗡 地府之门突然扩张 原本只有十丈高 五丈宽 现在却放大了万倍都不止 黄泉也跟着变宽变长 而无数搜小周一是顺水而出 每一搜小周上都站着一名带着斗笠的阴差 十个合一 百个合一 这些阴差迅速的融合 散发出来的气息一开始不断的提升 恐怖无比 无极店主根本没有理会 继续出手向着夜言抓了过去 无论如何他也要把夜言抓到手 其他的先不管了 空 无尽的幽暗气息沸腾 阴差已失出手 大胆 竟敢阻挠阴差办事 一声冷哼之中 黄泉向着无极店主直接撞了过去 这是九幽大道的实体化 强如无极店主亦不敢无视 必须打起精神来化解 因为现在的阴差已经达到了先王级 空 两大强者对拼一技 星空都在剧烈的颤抖着 远处的星体都被可怕的余波推动起来 偏离了正常的轨道 无极店主笼罩在黑气之中 而阴差则是带着斗笠 两大仙王都市没有显露出真面目 但这与这样的强者来说 长相如何完全没有意义 因为他们完全可以变成任何的模样 只有独属于他们的气息才是其特征 达到他们这样的高度早就与大道高度契合 拥有鲜明的特征 有弱大道清零 无极店主哼了一声 我只要这小子 你一定要如此死板固执吗 阴差淡淡一笑 我乃道生神之 大道规则便是我的行事准则 所以哪怕你是先王 我亦不会让你分毫 无极店主没有再出手 而只是死死地盯着了阴差 地府有两尊先王 一是九幽府主 另一位便是面前这位阴差 平时化身无数小族 在无比广袤的世界中接引阴魂 当然肯定是九幽府主更强 是王者借第一位道生神之 可以动用完整的四十九重九幽大道 而接下来九幽大道运生的神之便没有如此强大了 最多也就是达到四十八重天的层次 即使如此 这一位也足以将他挡下足够的时间 直至阿苏罗无法再在新龙先王和天杰的双重打击之下坚持 不得不撤退 如此 他肯定无法再拿下夜言了 他堂堂先王自然拿得起放得下 知道有阴差的参与之后 这一回要抓走夜言的计划又泡汤了 他满脸都是愤怒之色 只是被黑气包裹没有人看得到 阿苏罗道友先行撤退吧 他淡淡说道 撤退没问题 但你答应我十个心欲的灵魂可不能食言 阿苏罗的神念传了过来 我自不会食言 无极殿主淡淡说道 那好 阿苏罗直接抽身变退 躲进了自己被过来的小世界之中 这是他求之不得的 一边要与一位先王对抗 一边还要应付不会结束的天节 可是能够让他陨落的 撤退当然是最好的 反正 只要答应他的报酬不会少就行 他一离去 无极殿主自然也不会多代 直接转身离去 像他这样的存在根本不屑留下什么场面话 走就是走 毫不拖泥带水 青龙先王也只是看了夜言一眼 毫无说话的意思 转身变形 秋 他瞬间消失不见 阴差则是看着夜言 有些头疼地道 你小子越来越能耐了 现在就跟先王杠上了 夜言怂怂间 我也不想 可人家要抓我 我总不能束手就擒吧 一边说 他一边还在咳血 染满了一斤 阴差摇摇头 身形一抖 千千万万的化身迅速离去 整个生界每时每刻都有生灵在死亡 他可忙得紧 只有一句话身留下 他道 既然被先王盯上了 哪怕有另一位先王保护你 这里亦非安全之地 夜言点头 除非新龙先王一直对他贴身保护 注意力始终放在他的身上 否则守得了一时 又守得了一世吗 下一次无极殿主在出手 新龙先王还能及时赶到 将他救下吗 甚至 他请出两尊道生神旗呢 那便是阴差也及时支援都没用 是时候离开了 第797章恢复 夜言回到太古星上 开始做起了安排 既然创立了生先宗 那自然不可能说扔就扔 毕竟现在依附于生先宗的势力也不少了 他可以当甩手掌柜 却不能将之抛弃 他让文玉留下来接任宗主 十万年的苦修之下 这名大弟子早就迈进了四阶 而他走的是夜言自身天地的路线 哪怕没能吸收到一个世界的本源 可依然不影响他的战力远超同阶 所以 四阶的修为 五阶初期的战力 这足以阵的驻生先宗那帮附属 不至于夜言等人一走便闹翻了天 文玉这回道士十分懂事 表示师父你尽管去吧 等你十万年甚至百万年后归来 我必还你一个强大的生先宗 夜言又托人送了封信去新龙宗 表达对于新龙先王的感激 不管新龙先王是对他另眼相看 又或者仅仅出于九品势力的威严 不容他仍然只才会向无极殿主出手的 并不妨碍夜言对他的尊重 只要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无极殿主要拿他研究出世界主的秘密 但新龙先王却知道了他的存在 却不出手 高下立判 只是先王太强了 已经立在了世界之巅 至少夜言现在也没有办法拿出 让先王都动心的宝物 便只有先感谢一番 他日再报了 安排好了之后 他取出新船 与诸女一起上去 向远主父母 文育父母等没有成仙的人 自然一直收在自身天地之中 他们早就过了寿元大县 不待在自身天地之中便只有寿终正寝的份 他在自身天地之中孕育了一个生命 但仅仅只有一瞬间的寿命 被他丢了出去 翁 地府之门打开 黄泉倒流 阴差出现 多谢前辈 一言拱手先谢道 阴差没有说话 只是回身用竹高一点 地府之门立刻放大 大到可以让新船通过的程度 与语言驾着新船进入地府之门 阴差跟上 当一大一小两艘船进入之后 地府之门立刻关上 当然 花月荣早被他收进了自身天地 不然他肯定要被九幽大道针对 向阴差 甚至九幽府主都会被迫出手 将他送入名誉镇压 与语言的境界不高 但自身天地层次确实一点也不低 所以九幽大道也没有理由针对 进入地府之中 他这才完全放松下来 确实吐血连连 神情一下子伪顿不堪 他可是被一位先王打伤的 之前一直强撑着 但现在进入地府 这里是无极殿主的触手难以伸到的地方 终于算是安全了 轻一松 神一泻 伤势就压不住了 夫君众女都是围了上来 夜言压了压手 笑道 我没事 休息一段时间就好 可下一个瞬间他就晕死了过去 失去了意识 实在支撑不住了 不过 他的意识却进入了自身天地 开始推延起来 在与清明公子一战时 他与花月容曾短暂地合体 可以直接调用花月容掌握的九幽大道 虽然只是借用 但毕竟是亲手使出来的 对他的帮助太大了 九幽大道与毁灭大道有极大的相似之处 夜言认为创造大道分化的太厉害了 演化成如今的地 水 风 火等 但毁灭大道却分化的不多 可以从九幽大道上感应到毁灭大道的痕迹 所以 他可以从九幽大道着手 探究毁灭大道的奥妙 现在他肉身因为受创太重 出于自我保护机制而陷入了昏迷状态 其实是肉身正在恢复 可他的意识却并没有停下来休息 最关键的地方在哪 这里是地府 你在别的地方可能都没办法参悟九幽大道 任你在聪明 悟性在高都不行 但现在呢 他在地府呢 九幽大道充斥 触手可及 所以 他在结合花月容那里得到的境界感悟 一点点地对应着九幽大道进行参悟 直接化成自己的大道 在自身天地之中 渐渐就有一条新的大道出现 一开始朦胧 虚淡 但慢慢的正在变得真实 明实 他完全失去了时间的概念 只是不断的推进着这大道感悟 突然 他的身体一震 猛的睁开了双眼 咦 身边躺着个人 一开始他并没有在意 可能是某个小娇妻 但立刻就发现不对 因为这人已经撑起了上身 正用一双大大的美目看着他 你醒了 夜言叹了口气 为什么你会在这里 居然是落水仙子 他明明没有带对方上船啊 嘻嘻 不欢迎我呀 落水仙子笑道 然后露出一抹凶难之色 现在人家都把你睡了 会对你负责的 神他妈被你睡了 夜言呵呵 不必 吃了 他受了重创 之前一直没有张开自身天地 所以被这女人钻了空子 偷偷地上了船 直到她昏迷之后 她这才现身 你趁我昏迷的时候做了什么 见夜言一脸警惕的模样 落水仙子却痴痴一笑 没错 我们可是做了所有羞羞的事情 我都昏迷了 你也吓得了手 夜言感应了一下 身体的伤势基本已经恢复了 他爬了起来 一把将落水仙子拎起 走到门口 打开门 一甩 啪 他就把落水仙子丢了出去 然后关门 一气呵成 清静了 他可不认为自己正在昏迷时和落水仙子做了什么 虽然他处于昏迷状态 但身体还是有本能的预警 绝不可能做了那种事而没有反应的 所以 这女人根本就是在胡说八道 就是想混进她的后院 祸害她的娇妻 其心可诛 他与秦连月以神念沟通 问道 我昏迷了多久 十年 秦连月回答道 乖乖 十年 夜言都是一症 他居然昏睡了这么久 难怪那么重的伤都好的差不多了 竟过去了如此之久的时间 他认为理所当然 可要是说出去的话 绝对会震惊的无数人的下巴 你受了先王的攻击 而且还是两次 居然只休养十年就好差不多了 这是何等变态的恢复力 第798章大道不存 你既然醒了 那就离开吧 阴差的神念也突然传了过来 不等夜言答应或是拒绝 只见地府之门打开 搜 偌大的新船就滑了出去 夜言并没有收起新船上 因为这上面的追踪装置已经被取了出来 而且还换装到了另一松新船上 所以无极店主若是让八尺门以新船定位他的所在 会发现他一直待在生仙宗 要万年以后才会驶离 到时候无极店主只能来远北撤 铺了个空罢了 真想欣赏一下他那时候的表情 堂堂先王竟被摆了一道 这恼羞成目的模样肯定十分好看 夜言只是想了想 便把这样的可惜丢到一边 去欣赏这样的美景 那极可能要付出生命为代价的 没关系 终有一天他会足够强大 强大到可以和先王正面对抗 到时候就扒开无极店主 蒙在脸上的那层黑气 倒要看看他到底长什么模样 又是如何得震惊 清船在辽阔的宇宙中飞行着 后方是密密麻麻的星点 这一颗颗都是太阳 因为熊熊燃烧散发着热量和光芒 可前方却是黑暗无比 仿佛无尽深渊 夜言走到甲板上 众女也纷纷围了过来 落水仙子也脸皮疾厚地走过来 丝毫没有在意众女敌视的眼神 我们这是到哪了 夜言问道 秦连月拿出星盘 对比一阵厚道 应该到了黑森心域 黑森心域 夜言重复了一遍 对这个名字感到有些好奇 秦连月点点头 这个心域可是十分有名的 并不比那些有九阶仙王坐镇的逊色 倒不是这里有仙王 而是这里的混乱 事实上这里并没有一颗生命星 资源无比匮乏 据说曾经爆发过大战 把所有生命星都给打爆了 后来这里的陨石碎片又重新组合 化成了现在的黑森心域 但生机却无法复现 这里一直就是星海强盗盘踞之地 后来又有犯了事的人逃进这里 也让这里变得越来越混乱 如今这里就是恶人的天堂 完全奉行弱肉强肉的黑暗法则 拳头大就是道理 秦连月顿了一下 又接着道 因为这里并无任何资源 所以没有一个大教会费力过来剿灭这里 所以这里越来越壮大 而每每有新传经过 便会被他们洗劫一空 偏偏 这个星域无比狭长 要绕道而行的 至少要增加几万年甚至几十万年的航程 所以好多新船都是宁可冒险也要穿越这个新域 一眼点头 这个几十万年的航程可是以它脚下这种高级新船来计算的 如果换成普通级别的新船 那时间就要变为几亿年甚至更久 所以才会有许多新船明知道此地危险 却还是要冒险穿越赌一把 叶岩心中一动 阴差是随意让他们在这里出来的 怕是故意送他们 确实的说是他来的吧 这里全是穷凶极恶之徒 自然免不了一战战的恶战 这要是让自己在战斗中成长吗 叶岩摇了摇头 他并不乏战斗经验缺的是时间 给他足够的时间 他就可以提升境界提升道境 只要迈上巴结这道坎 不说战胜先王 他至少也拥有了自保之力 既然阴差特意送他过来 那他就在这里待上一段时间 看看这里有没有什么特意之处 他张开自身天地 感悟着四周的一切 让他亚然的是 这里居然没有大道的存在 不可思议啊 先界何处会没有大道 大道是构成这个世界的基础 所以大道充斥着先界的每个角落 这是谁都知道的事情 但这里却居然没有大道 怎么可能 叶岩突然发现自己领会错了 阴差的用意 对方不是让自己来这里血战积累经验的 而是另有目的 只是这种存在什么都不喜欢明说 就让你猜 真真让他很是无语 猜明很累的好吧 他叹了口气 然后又好奇起来 阴差究竟想告诉他什么呢 只是 这是茫茫的星空 距离他最近的一颗星体也在意外里之外 根本不是他自身天地可以触及的 所以 他能够研究的也只是周围空荡荡的星空 但真得是完全得空荡荡 啥也没有 既然啥也没有 那自然研究不出什么名堂来 于是叶岩变换了一个思路 是什么让大道进不来这里 是大道厌弃这里 还是被某种力量隔绝了 如果是前者 那这里曾经发生了什么 居然会让大道生厌 而如果是后者 那就更加恐怖了 是什么力量居然可以将大道都隔绝了 叶岩让星船转向 向这个星域的边际而去 他要看看大道是在哪里消失的 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星船停下 转向 然后加速 可就在这时 只见三艘小型星船不知道从哪里杀了出来 好像是凭空变出来似的 变向着叶岩他们所在的星船冲了过来 速度好快 一开始还相隔了上万里 可眨眼之间就缩短了一半的距离 秦岩月捕捉到了这三艘星船的痕迹 翘脸微微变色 叶狼 我们遇到麻烦了 他也只知道这个地方混乱无比 但星海强盗到底有多强却并没有什么概念 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 他自然不想与星海强盗撞上了 可人算不如天算 还是让他们遇着了 叶岩笑了笑 不用理会 我们加速前进 他张开自身天地 操控飞船加速前进 后面那三艘星船哪里肯放过他们 急追不舍 这些小型星船其实并不适合长距离地航行 因为船身太小 动力源的仙石锅炉便只能做得很小 其实现在可以爆发高速权是因为船上的仙人联手追动 所以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 但是这爆发力太足了 基本没有什么星船可以在他们面前逃走 果然 双方的距离正在缩短 但叶岩他们本来就进入这个星域没有多久 所以只是行了七天时间 他们便来到了这个星域的边缘地带 后面的三艘星船已经追得很久了 眼看只差数百里就要追上了 可他们的速度却缓了下来 连续七天的追击之下 星船上的仙人也消耗太大 实在撑不住了 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好不容易缩短的距离又开始拉大 白白浪费了七天时间 正当他们打算停止追击时 却见前面的星船上也缓了下来 甚至都停了 十什么情况 第799章小孩子才选 老大 一艘追击的星船上 众人都是看向他们的头目 一名身材魁梧的男子 满脸都是落腮胡子 完全没有一点仙韵 充满了市井气息 此人名为胡九 原本确实是菜市场杀猪的 后来被仙人度化开启了修炼之路 却因为生性凶狠 好杀 与同门切磋不敌 敬下毒之后将其杀害 不得不叛逃出宗门 最终一路流浪至此 胡九的天赋真是不弱 哪怕没有人指点 他也从离开宗门时的一街 爬到了现在的四街 竟不可谓是惊人 他们明明都要甩掉我们了 却又突然停下 恐防有诈 一名军师摇着纸扇说道 此人虽然只有一街 但狡猾多志 对胡九视为心腹 极其信任 胡九想了想 道 若他们的实力足够强大 那为什么一开始要逃呢 这 军师也回答不了 难道前面那艘新船上的人 在戏耍他们 你追我就跑 你不追了 我反倒停下来 让老三先去探探 胡九说道 但他还是决定小心一点 让手下打起了旗宇 左边的那艘小行星船 便又开始向前进 不断地逼近 剩下两艘新船上的人都在看着 只要自己人打出安全的旗宇 他们就会立刻驱船而上 把之前的东西全部抢了 男的杀了 女的则是抢回去淫乐 眼见自家的那艘新船靠了上去 然后一人出现在船尾 激动地打着旗宇 双眼都在发光 好多女仙 各个绝美 读出旗宇之后 剩下两船的强盗顿时也激动起来 纷纷发出嚎叫声 已经急不可耐了 胡九也事实到 上 后面两艘船便加速而行 一艘靠到左边 与第一艘形成合家之士 而胡九所在的这艘则是直接拦到了前面 让这艘大新船无法前进 这下就是瓮中捉鳖了 三艘船上的强盗纷纷登舰 只见甲板上正站着一群美女 确实个个美翻天 而其中居然只有一个人是男的 这让众强盗看得好不生气 你这家伙何德何能 居然一个人坐拥这么多的美丽女子 更让他们不爽的是 这群人看到自己居然没有一人露出金黄 紧张之色的 好像他们根本不是什么穷凶极恶的强盗 而是上门送温暖的服务人员 有人忍不住了 吟笑道 哥哥憋了好几年了 哪位美女陪哥哥玩玩 王晴雪勃然大怒 忍不住就站了出来 指着那人道 你们是强盗吗 没有我们的允许怎么可以上船 而且说话还 还那么粗鄙不堪 听到他的质问 众强盗都忍不住大笑起来 哈哈 真是个天真可爱的女子 现在还不知道他们一行人是强盗 有意思 太好玩了 这个丫头老子要了 胡九大手一挥说道 众强盗虽然不甘 但不是还有其他好多的美女吗 有得分 想要抢我家晴雪妹妹 你确定有这个本事吗 落水仙子站了出来 笑盈盈的看着胡九 妈爷 这个更漂亮 而且身材也要更加火辣 而气质也要更加迷人 胡九一看 眼珠子又瞪直了 怎么刚才就没有发现这个更美的 吃了 美女太多 娇香灰影 放在一起反倒让人眼花缭乱 谁也看不真切 只有一个个走出来的时候 才能分辨清楚 这个老子也要了 他又是大手一挥 靠 你都占两了 手下们虽然很不甘心 但毕竟还有剩下的 则 一个个毫不逊色呢 胡九也一个个看过来 嘴巴不由自主地张大 惊艳得双眼乱闪 太漂亮了 一个个个有特色 放在一起就是群方谱 而一个个看过来则 各有个的特点 或是冷艳 或是妖娆 小孩子才选 我全都要 胡九大手一挥 全部带走 不要伤到他们 他可不敢再说这些全部归老子了 光是老二老三也皆是四阶 实力确实比他逊色 但两人联手就足以跟他对抗了 所以他要敢吃毒食的话 老二老三肯定联手反他 而他可以保证没有一个手下会帮他 他们这些人靠什么聚到了一起 实力和利益 他的拳头最大 所以他可以当老大 而若不给小弟们好处 他们便会果断的抛弃自己 另找一个山头依靠 所以他必须的让出一部分的利益来 只希望这些美人耐完一点 别他还没有碰到便被这些粗鲁的手下玩坏了 听到这话 早就忍耐不住的小弟们顿时一涌而上 向着王晴雪他们冲了过去 个个怪叫着争先恐后 花月容哼了一声 踏前一步 嗡 无尽的黑暗之气从他的体内涌出 羞羞羞 一个个人冲进去 但立刻就没了声音 什么情况 还没有冲进去黑气的人都是戛染止步 甚至还往后退去 他们穷凶极恶 他们杀人如麻 但并不代表他们不怕死 将反 他们怕死得紧 否则他们怎么会逃到这样的不毛之地 现在花月容展现出了这种诡异的实力 自然让他们忌惮无比 不敢轻易涉险 便是胡九都没有催促 而是死死地盯着黑气 无论他的目力还是神念居然都无法穿透进去 让他惊讶 更是忌惮 很快黑气收起 只见花月容珠女皆是站在原地 可那些冲进黑气的同伙呢 一个都不见了 但是 这里并非空荡荡的 而是多了一具具白骨骷髅 还保持着奔行的模样 这就是他们的同伙 但已经变成了尸体 甚至血肉都在一瞬间诡异地消失了 仅剩下了白骨 呲 这群强盗都是脸色惊变 露出强烈的恐惧之色 太可怕了 仅仅只是被黑气一卷 居然血肉都没了 而且 阴魂呢 人死了 地府之门不应该打开 有阴差来收取阴魂的吗 可现在一片静悄悄的 他们都是仙人 可以看得到阴差 而且在此打劫 也不知道多少年了 自然知道任何地方都不可能阻止阴差的出现 诡异 哭酒盯着花月容 过了一会才道 原来道友也是四阶 失敬失敬 花月容这一出手 气息炸蟹 让他终于看出了对方的修为 四阶 与他一样 这就不太好办了 第八百章诡异之地 花月容不屑地看了他一眼 痴然道 你也配称我道友 霸气型人格出现了 哭酒顿时感觉自己受到了一万点伤害 忍不住就想拔刀 我是四阶 你也只是四阶 我们的地位难道不等吗 以为长得漂亮就可以高高在上 杀了一批一揭晓先罢了 老子同样可以一念杀之 拽什么拽 嘿把你拿下干死你 他在心中打着银鞋的念头 脸上却是不动声色 而是神念与老二老三沟通起来 老二老三 这女的有些扎手 干还是不干 这么漂亮 肯定干啊 老三第一时间回应道 老二也跟着道 干干他 忽酒简直无语 他不是问要不要干这个美女 废话 长这么漂亮 身材又这么好 谁不想干呢 他的意思是对方很强 出手也未必拿得下 还可能让几方出现伤亡 所以要不要干这么一票 不是在床上的干 擦 这些人就这点理解力 到底是怎么修成仙人的 不过 这两个家伙已经兴奋成这样了 那显然是要打 强行要他们收手撤退的话 估计他们就敢当场造反 既然如此 他点点头 咬咬牙 上 甘他 甘他 强盗们都是重振旗鼓 哪怕实力弱的人也跟着叫嚣起来 这不是有三位老大冲在前面吗 那他们又怕个球 话音落下 这伙强盗再次发起了冲锋 花月容都是失笑 这些人还真是色胆包天 连死都不怕 那就成全你们 他将右手往前一探 黑气沸腾 化成了一根根长毛 羽羽羽羽 便向着急冲过来的强盗门射了过去 胡九等三大四阶高手同时大吼一声 盗则张开 法力鼓荡 皆是各斩手段 向着这些黑色长毛迎接而去 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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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 花月容打出的黑气长毛 却是不坚不摧 无论这些强盗是以攻对攻 又或是以神通化成种种形态的护盾 皆是被一击击碎 黑气长毛继续刺入 将一鸣鸣强盗的身体生生钉穿 而只要被黑毛钉穿 每个人的血肉都是被瞬间吸收 直接就变成了一具骷髅 甚至连灵魂一被一并销毁 不留分毫 胡九等三名四阶实力最强 死得也最慢 他们皆是不可思议地看着花月容 怎么也不会想到他竟强到了这样的份上 早知道的话 他们绝对不会打这些人的主意 花月容在一挥手 这些枯骨便被他撒进了茫茫星空之中 不留一丝痕迹 众女皆没有把这段插曲放在心上 而是关注着夜言的状态 到了这里之后 夜言一直神有物外 好像成了一具灵魂的空壳 久久之后 才见夜言的眼皮一动 然后睁开了双眼 怎样 花月容 秦连月同时问道 夜言眉头微皱 道 从这里往后 大道痕迹便急速减少 不过百余杖而已便完全消失 但我明明没有感觉到有任何的外力在阻止大道的扩张 他看向后方这个巨大的心域 相信整个大道都好像在刻意避开 让这里成为大道不存之地 古怪 真是古怪 夜言对这个地方越发地感兴趣了 他想知道原因 走 我们在这里转转 他说到 众女欣然点头 轻船掉头 在这个心域中已高速飞行着 这次的目标是整个心域的中心地带 既然在边界找不到原因 那就去中心地带 也入场会有发现 哪怕是以这艘新船的高速 亦需要十年左右才能飞到地方 而这片死寂沉沉的心海也完全没啥可看的风景 众女都是十分无聊 还好 夜言并没有在闭关 大家说说话话 做点爱做的事情 时间一点也不难打发 只是苦了落水仙子 夜言始终认为 她是为了打入自己内部 以祸害她的小娇妻们 所以一直不给她好脸色看 而众女自然也不愿多一个姐妹 来分饱夜言的爱 人数已经够多了 你那还是另找良配吧 结果 她就被孤立了 每天都被排斥在众人之外 这里到处都是心海强盗 他们这么横行 当然又遇到了 但随便花月荣又或是秦连月出手都可以轻松将强盗全面 800年之后 他们距离这个心律的中心地带已经很久了 原本越是接近心律的中心 这里的太阳就越是密集 越是星光璀璨 但这个心律太死寂了 没有一颗生命星 也没有一颗还在燃烧的太阳 相反 外围可能还有一线遥远星空化来的光线 到了这里就完全没有了 黑暗 死寂 冰冷 仿佛宇宙的墓地 这里哪怕心海强盗也不愿驻足 却成了过往商旅选择的热门路线 又反过来让心海强盗们时不时的过来巡视 免得大鱼都从这里溜走了 咦 宁与西突然发出亚然的声音 前面有艘新船正在被追击 要不要帮他们 众女互相看看 皆是跃跃欲试 倒不是他们喜欢多管闲事 而是实在太无聊了 赶上去 他们纷纷起哄 夜言一笑 难得娇亲们都想胡闹一下 那便顺顺他们的心意好了 他催动新船 向着逃窜在前的新船之后扎了过去 横挡在后面追击的四艘新船前面 让四艘新船不得不停下来 咦 还有人自己送上门来 四艘新船上都有神念船过来 留下两艘船 剩下两艘继续追 不要让前面那艘跑了 两艘新船试图抄到前面去 但夜言控制着新船上下左右移动着 将四艘新船都挡了下来 难以前进分毫 您与西珠女都是拍手 这操作好牛 不过 那四艘新船上的强盗也被激怒了 索性放弃了追击前面那艘逃窜掉新船的打算 而是纷纷登船 要把夜言等人图个干净 你们非要自寻死路 好 成全你们 前方那艘新船居然也在减速 但并没有停下 更没有回头 因为在这艘新船上也在进行着激烈的讨论 赵主 我们并没有请他们帮忙 是他们自己挡在那些新海强盗前面的 所以我们并无必要与他们并肩作战 梁七 你怎能说出如此不负责任的话 别人是在帮我们 我们自然要与他们并肩作战 否则他们一旦被新海强盗消灭了 那我们若是在被追上 还有人来帮我们吗 哼 我们趁个机会逃走 那些新海强盗怎么可能追得上我们 你这是不仁不义 两边吵得厉害 谁也说服不了谁 皆是向着一名端坐的年轻男子看去